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制作几款珍珠白色玉石和水晶的手链及锦链 还是会用到三角形的形状元素 一共是两个设计 那么我们开始吧 今天用到的还是fireline专业的穿珠线 剪刀,拖后的银色米珠 11号 椭圆形的白色玉珠 湿华洛士奇4毫米和6毫米的白珍珠 银管珠 湿华洛士奇4毫米极光炫彩锥形水晶 两个穿珠针 闭合的项链环和项链扣 我们先来做第一个设计 剪下100厘米左右长的穿珠线 在40厘米处对折 固定项链环 这样呢 两边的线短的一边是40厘米长 长的一边是60厘米 线的两端都穿上穿珠针 然后在线长的一边穿上一个米珠 一个6毫米珍珠和另一个米珠 另一边的线上穿一个米珠 一个银管珠 还有另一个米珠 之后回穿一个银管珠 这样我们就有了第一个三角形 然后就是重复下面三个简单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长线一端穿一个米珠 一个6毫米珍珠加一个米珠 短线一端 只穿一个米珠 然后两边回穿一个银管珠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二个三角形 那么我再重复一次这三个步骤 第一步长线一端穿一个米珠 一个6毫米珍珠加一个米珠 短线一端穿一个米珠 第三步回穿一个银管珠 然后就得到了第三个三角形 然后一直重复这三步 直到得到想要的长度 现在我做好了合适的长度 用长线一边回穿几个珠子 让两边的线待在同一个位置 现在两边的线在同一个地方了 在这里打一个结 然后一边穿上一个项链扣 再打三个结 这是收尾了 确保打的结足够紧 然后用一边的线回穿几个珠子 这样可以隐藏多余的线头 剪掉多余的线 剪掉多余的线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设计中的珍珠手链 如果做得足够长 这个设计也是可以作为镜链来佩戴的 如照片所示 这个设计如果把珍珠换成了白色的玉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珠子可能会翻来翻去 所以不适合做紧链 但是做手链是可以的 也非常好看 我们来看第二个设计 剪下135厘米长的线 先做出第一个珍珠手链 这里我已经打好了三个结固定项链扣了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剩余的线 用一边的线回穿同一侧的珠子 这里有个小的缺口 我来加一个米珠来填补 然后继续回穿 这里有一个大一些的缺口 加一个水晶珠来填补 这个设计也是可以用圆的水晶珠来完成的 那么我用的是锥形水晶 然后呢就是把这一边所有的空缺 都用水晶珠以同样的方法填上 每一个空缺都填一个水晶珠 这里最后的小空缺处填一个米珠 那么这一部分呢我就跳过了 现在这边我都穿好了 线是停留在这里 好来看另一侧 那么也是同样的处理方法 用一颗水晶珠来填补每个空缺 那么把剩下的每一个空缺都填补上 这部分我也略过了 现在两边的线都在同一个位置了 所有的空缺也都填好了 然后这里 我们来打三个结收尾 还是用每一边的针 回穿几个珠子 然后剪掉多余的线 和我们完成第一个手链 一样的收尾方法 和我们完成第一个手链 一样的收尾方法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设计中的 珍珠水晶手链 这个设计做成井链也很漂亮 那么用同样的方法 如果我们在第一个设计中的 白色玉珠手链上 以4毫米的珍珠填补空缺 那么我们会做出 一款白色玉石和珍珠混搭的手链 那么今天的教程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两个设计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